0403大地震重創花冬的观光业 观光署公告台东最新旅游补助方案 住宿方面花莲是从6月开始实施 台东最快却是从7月才开始 引发了台东的业者反弹 强调目前他们的定防率雪崩是下滑 已经剩下不到一成 我们非常的愤怒 我们不同意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希望能够 6月1号来启动 跟花莲同步 明明7号才聚集成情抗议 判政府的花冬旅游补助方案能同步进行 但交通部12号公布方案 发现住宿花冬未同步让业者欺诈了 全部都没有来智慧来协商 也没有来了解台东的观光产业 真的非常的残残残 对镜头大土苦水 因为0403地震后 台东饭店民宿定防率雪崩是下降 胜不到一成 甚至有超过一成的员工在放五星假 但这回公布的方案 发现住宿方面花莲从6月开始实施 但台东团体从7月自由行住宿更晚要到8月 眼看热气球加年华 7月6号就要开始心急如焚 我看是非常多都在放五星假或者是说已经累计假 现在在仿修 我们需要积极的方案而且现行就实施 这样子的作为我们真的非常的伤心 不排除观光业一起北上抗争 镇后观光补助陆续上路 但如何达到更实质的帮助 恐怕政府还得多听听业界行声 记得刘林响台东报道